那美联储想要降低房租呢 这个有没有效呢 可能对于2500块钱以上 独栋房子的租金 它是有效的 这些租金的下降 但是对于1300美元以下的 中低端的出租房来说是没有效的 我自己在亚特兰大有很多出租房 我就说一下我看到的一些现象 首先对于这些出租房来说呢 租金一直是在上涨的 不管房价怎么变化 贷款利率怎么变化 租金一直都是在上涨的 第二就是现有租客交不起房租 那我猜就是这两年租金涨得太快了 本来他们就付着800块钱的房租 结果现在租金突然涨到1200了 他其他的生活成本一代增加 他就交不起了 那第三我看到的就是 不管我租金怎么往上涨 外边总有很好的租客 想要租我的房子 那我就猜这些很好的租客 本来他是应该计划今年买房的 突然利率上涨 突然房价上涨 他买不起房 现在他就来租我的房了